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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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法师手捧琉璃佛跟着经文唱颂 逐步走进摩合菩提寺的玉佛会场 佛陀正道的菩提树下 玉佛台简朴隆重 在摩合菩提寺总助持查林达尊者的领诵下 经文泛拜声萦绕整个玉佛会场 也让众人尽心 接着由法师带领慕与佛恩 法 祖 是很美好 持有这种更新的活动 在这些庇大地上 以在庇大佛根树 这国家们今天参加了来 帮我来自发的消息 这种目标的主意 这些基计是一个主要的主意 我以前没有参加过这个UFO街 非常感謝自己及金會 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我這一次就是表現 怎麼共華 怎麼共等 怎麼謹慎 真的是非常殊勝的 這是慈濟第二年 在摩河普利寺舉辦於佛典禮 兩個場次有將近3000人 感念佛恩 清恩及眾生恩 有超過152位法師共襄聖籍 讓整個莊顏色型的 這個役佛大典更顯得明顯的不一樣 佛陀說母親和父親很重要 因為他們帶我們到這個美麗的世界 我們都享受到所有的事情 我非常感謝你們 你們在建立的基本教育 佛陀的教育 佛陀正道的菩提迦耶 慈濟之公期待透過他們的帶動 讓更多有緣的菩薩湧現 也讓佛法重新回到佛陀故鄉深耕 另外一場佛陀聖地的玉佛典禮 則是舉辦在尼泊爾的藍皮尼摩耶夫人寺 這裡是佛陀誕生之地 自然也是因緣殊勝 在這個摩耶夫人寺是在1997年就入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了 這一回有來自新加坡 馬來西亞還有尼泊爾 三個國家的志工同步育佛 而且他們是跨越了時差 跟花蓮的禁司堂同步育佛 所以第一個場次其實在清晨的四點多鐘就開始了 當地的菩提電視台長期以來跟慈濟合作 這一次也出動了採訪團隊 全程直播 玉佛大典 清晨天微亮 刺激志工拖著行李箱 抵達佛陀誕生地 摩耶夫人寺 開始布置玉佛台 刺激志工以簡單的素材 棉花和紗布裝飾玉佛台 讓人仿如置身於佛教典故 爐香讚中的境界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音 諸佛獻全身 佛誕節這一天 辛馬與尼泊志工 一步一腳印 碰觸佛陀誕生之地 前重遇佛 佛聲繚繞 禮佛祖 簡單以事 意以非凡 讓心勿忘 為佛教 為眾生 佛祖志同發願 尼泊志工采節 發願接應更多當地年輕志工 有願就有力 他邀約到十位來自加德滿都和一位台灣老師 一起承擔玉佛活動 所以我會幫忙這些年輕人和本地人跑起來 然後把他們加入慈激活動 在菩提電視台的協助下 全球觀眾得以透過直播 同步觀看莊嚴的玉佛典禮 在12月2023日 當我們在播放直播 我曾經在一起 菩提電視台的活動 一年後 也曾經在一起 我們來知道 菩提電視台的巨大任務 並展示佛祖志的活動 並展示佛祖志的活動 我非常興奮在這方面 繞佛 繞法 隨著無量益經得恨品 與佛同心 與佛典禮接近尾聲 天降甘露 上人說 這個法語其實是一個大撒境 把蘭比尼的淨土洗淨過後 在當地就有很多的菩薩湧出 大愛新聞 憂尼斯 阿寧時 江文龍 尼泊採訪報導 至於回到台灣 我們看到的是 昨天上午在花蓮 傍晚的時候 在台北 更有兩場莊嚴的殊勝大典 在這兩個現場 都有許多人 是跨越了國界和時差 同步連線 和台灣一起遇佛 更有泛拜生 魚鷹繞樑 格外的感覺殊勝莊嚴 上人今天在志工早會 特別聲座開示 感恩有一百多個道場的 諸山長老與法師 帶領教誡 核心遇佛 更希望把這樣一份前程 除了禮盡佛恩之外 也自信內心 除了禮盡佛恩之外 花師一進場 那真正的 很射心 火花聲 請佛傳法輪 呼告一進行 而且呢 花在音禮中 真誠的行啊 真奇的美啊 真誠的 無上聖身為妙華 百千萬決然遭遇啊 在音禮中 合唱的名為 到了淫多安那 让他撒布下来 共同一念心 共同一个虔诚的合掌 共同的上达诸佛听 所以诸佛菩萨容天复乏 一时间那样的虔诚 请大家莫忘这一刻 是日日死死渺渺 能这样我们的智慧 永远都是明朗 不会浮屠掉 智慧很清楚 就清清清水不亮顶 各位菩萨 礼与利是真地 真地法永远在心里 就不会偷节 不会偷分寸 人间的善道 所有慈祭人 师父感恩你们 塔利班掌权之后 国际间对于阿富汗的人道援助 减少了不少 阿富汗百姓的处境 现在是更加艰难了 因为我们要关心的是 最近的山洪爆发 在当地导致了严重的灾情 有整个村庄被埋没 还有很多的孩子 现在孤立无援 这一次大雨下在阿富汗的很多地区 包含了东北部跟西部 标示黄色的地图 都是这一次的大雨灾区 其中的重灾区在中间叫做巴格兰省 现在整个大雨已经夺走了300多条人命 还有一千六百多人受伤 这一次的大雨 让阿富汗的很多基础建设都遭到破坏 因为这几年 他们的基础建设进度几乎是零 在大雨之后 原本就脆弱的建设 破坏的更为严重了 更别说包含了医院 学校 还有本来的农田都被淹没 联合国其实已经介入展开援助 现在提供的物资 包含了预寒用的毛毯跟帐篷 因为当地日夜温差很大 还有必要的医疗资源 以及饮水跟粮食等等 举目所及一片泥泞 洪水退去后 只留下残破家园 暴雨引发山洪 摧毁了阿富汗北部的村庄 造成三百多人死亡 一千六百多人受伤 数千栋房屋遭到破坏 村民不仅失去了致癌的亲人 也失去了生计 收拾心情赶紧将亲友下葬 未来却是一片茫然 援助组织警告 当地医疗保健机构 及重要基础设施 都遭到严重破坏 塔利班强调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有三十亿万名儿童居住 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但自从塔利班掌权后 捐款就持续减少 面对无常灾难 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照片 不是任何AI生成的艺术头像 而是一个印度男子 真实的切身之痛 他的头顶上长了一个 足足有七公斤重的滑膜肉瘤 这虽然是一个良性肿瘤 可是他会越长越大 就这么顶在头上 犹如泰山之重 顶了三十年之久 他四处求医都碰壁了 因为没有一个医疗院所 敢替他动手术 结果最后是在印度一个科学 与医学的研究机构 组成了跨科别的医疗团队 花了七个小时的时间 切除他头上的肿瘤 让他终于可以轻松度日 在医护团队包围下 露出久违笑容 这一刻对患者而言 的确是如实重负 这名五十一岁的患者 罹患的是滑膜肉瘤 他在西孟加拉当地 四处求医未果 最后来到邻近的奥里萨 由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 接下兼具挑战 在烧伤及整形外科主导下 组成横跨七门学科的团队 耗时约七小时 才为他移除重达七公斤的 巨大肿瘤 普通成年人投入重量约四到五公斤 但只要低头十五度 颈椎就需承受十二公斤重量 低头六十度时更重达二十七公斤 这名男子顶着十几公斤的头部 低头时负重甚至达四十公斤左右 如今终于卸下背负了近三十年的重担 重获新生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也是渴望重获新生 当我们谈起街友的时候 您的印象是什么 也许是感觉他们以街为家四处漂泊 即使那些欺身在角落 或者车站大厅里的无家者 他们不只渴望一个家 更渴望的是一份工作 只是说一般的雇主如果要聘用街友的话 必须用对待于不同于劳工的眼光 来看待他们 确实需要的是多一点的包容 多一点的机会和弹性 接下来的这一则专题报道 我们拍摄了好几位街友 找到工作的过程 就会发现 他们一旦跟雇主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 这一群街友劳工 其实是忠诚度 还有贡献度 都非常高的 他们会去填自己的身体吗 那会知道吗 我的反应比较慢 然后动作也比较慢 最短的真的只做了一天就被发现 没有工作都在街头 以前会人家来发便当 拿发物资什么 不会去排队 我等会到工的时候 我心在改变中 不想去跟他们拍 因为我觉得最起码我有一份收入 我把那份留给比我更需要的人 全台街友大约三千人 许多无家者 经济弱势者 最常被贴上肮脏 懒惰 不肯工作的标签 但有的企业不这么认为 每一种劳动力都有它的样貌 不善与人沟通的 陪伴动物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是一般人愿意 不喜欢做的 可是他们其实都做得蛮好的 拼图喵 猫的中途之家 从2014年开始收养 照护 流浪猫 也善待人 我跟你说 我喝了一招 我自己觉得洗蛮快 洗蛮顺 我等一下跟你讲 我做的事情也有人认同 我觉得是慢慢的 把这个感觉拉回来 让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糟糕 从潜在的工作者中 提炼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弹性 循序渐进的制度有机会 整理一下东西 要帮忙收一收 这样子 因为他这里几小时就收了嘛 所以你一个月来 这个几天 差不多六天左右吧 阿正 裴力中的街友 骄傲地告诉我们 他在浪人食堂工作 是游领薪水的 这里提供弱势者免费安心用餐地点 特别的是采取会员制 我们食物方式是 其实是提供餐食给大家 让大家有一个诱因就是 我可以稳定地来到这个地方 询问他你要不要来 就是我们这里突然有多一个半小时 或是一小时的零工 你会不会想要来做做看 络绎不绝 来领便当 吃便当的 在柜台边发放物资 记录人数的 都是面试过 接受辅导 具备工作潜力的会员 从流浪街头转进稳定职场 重建心态是底层基础 他会来说 你们有没有工作 我不用钱 我来做志工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一边就这么缺钱 你是无家嘴 你应该要 你如果愿意来帮我工作的话 我应该要给你一些费用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表现好 你再给我就好 对 就是不是一个两个 是非常多个 我觉得好像有雇佣关系的时候 那个心理的安全感 或者那个门槛 就没有办法过那一关 有些事情是需要练习的 陪伴 耐心 心境的伙伴 心境的猫 这些都是要给的 拼土喵累积雇佣 三位弱势民众 跟一般员工 共同照顾450只猫 让人食堂 成功陪力 10名会员稳定坚持 三位进入一般职场工作 接案打零工者超过24位 尽管企业雇佣弱势族群 初期仍需陪力组织 从旁沟通协助 不过一群人 从手心向上 转为手心向下 而且更懂珍惜 是台湾共善社会的 进步希望 在台湾每一年的佛誕节 跟母亲节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在举办 御佛典礼的时候 同时也会有孝亲活动 正所谓父母亲 就是我们的堂上活佛 所以这样的结合在社区里 是很受欢迎的 许多社区都年复一年的 举办御佛 而且还不断的扩大举办 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是在高雄 前京区的北京里 今年是由里长筹办 举办的是封街御佛 整条街的左邻右舍 都一起来参加 当然许多人是带着爸爸妈妈 一起来御佛之外 还向父母亲说声感恩 在这样庄严的时刻 社区的温馨 让御佛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高雄市前京区北京里特地封街 进行御佛 社区民众同瞻伐喜 其妻之公也特地为百岁仁瑞 及平时辛劳的妈妈们 欢度节日 三民区御佛则选在社区活动中心 民众前程御佛纷纷发向好院 台湾平安 大家平安 家庭要有爱 我们要学习说 任何事情都要学会放下 社区的里面互相连结 跟我们慈激连结 都希望说 因为由此善举 能够让这个社会比较祥和 遇佛洗涤内心烦恼 民众不忘为花莲受灾相经祈福 其求他们早日重建家园 世间无灾无难 大爱新闻专三民区公高雄 综合报导 七长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碧秀 今天各地太阳露脸较少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凉凉的呢 我们从卫星云图来看很明显 各地云量都是比较多容易下雨 而明天跟今天还是类似 也就是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 东半部包括了蓝雨绿岛 西部地区台南以北包括了澎湖金门 还有恒春半岛 这些地方的沿海空旷地区 都容易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而下雨情形今天在台中以北 一直到宜兰 还有东部地区的局部地区 东南部局部地区都有下雨 其中呢花莲的马锡山 还有新北的金山三支石门 是今天累居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而整体来说明天下雨会比今天缓和 只有东北部东部还有中南部山区 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北部以及东南部则是零星的短暂震雨 那么东北季风呢 礼拜三会减弱 礼拜四会再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到时候呢这个高压带来凉凉的空气 但是气温并不会下降太多 只需要注意早晚偏凉 要做一下保暖 而且水气呢也会比较少 不会有太明显降雨 到时候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天气 生活follow me小丁娘要告诉您 今天晚上天气烧凉 如果您还没有起床回家 或是晚一点还要出门的话 请您穿上薄外套 明天早起出门的朋友也要先保暖 东部和山区的朋友最好雨具带着备用 这个礼拜两波的东北季风影响 沿海空旷地区容易有8-9级的强震风 有海边活动的话要注意安全 而东北风呢也夹带着 境外污染物影响到台湾 各地空气品质普通到提醒 敏感族群建议您要保护好呼吸道 接着来看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回顾一则重要的刺激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少年的生命旅程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故事 它的名字叫做苏菲安 是来自印尼的贫穷少年 它患有巨大的脸部肿瘤 经过了花莲慈激医院手术之后 现在它不只是一位补习班老师 还是一位YouTuber 今天我们就先带您回顾 它在2004年跟慈激受刺相遇的故事 2004年5月13日 印尼少年苏菲安手术 印尼15岁少年苏菲安 从小罹患纤维性再生不良症 造成眼球外突无法闭合 由于肿瘤压迫式神经 随时有失明可能 本日花莲慈激医院为它进行手术 把看东西那个神经 已经被肿瘤挤压扁扁的神经 要从肿瘤中间把它分离出来 先减压 这个比较花时间 从2004到2015这11年期间 苏菲安前后五度跨越千里来台就医 尽管苏菲安的势力无法恢复 和常人一样 但在志工陪伴下 顺利长大 成家立业 且在大爱一村 为盲人朋友开设职讯班 名为希望之灯 小男孩的故事要从这张照片开始缩起 当时他七岁 身体里的肿瘤不断扩大 压迫到他的视神经之外 也让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外表 所以小时候的苏菲安 过得并不快乐 爸爸其实带着他 看过好多的医生 但是都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2004年的时候 刚好慈祭在雅加达 举办了大型议诊 爸爸带着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 来看看还有没有治疗的机会 没想到就此 踏上了扭转人生的生命旅程 一本是我们护理人员 协议书写的 然后送给他 那另外一份是他自己书写的 然后他譬如说他有一些 住院的一些心情 可以写下来 然后这边的地图 就有一些爱的连线 然后告诉他 你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 虽然有了多重的准备 但是苏菲安和他的家人 刚来到花莲祠院的时候 心情是忐忑的 一来是对环境的陌生 二来是对于疾病的未知 就连陪同过来的印尼慈祭职工 都对手术充满了不确定感 当我们带到台湾 也有很多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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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都会造成他这种永久性的神经的障碍 等于就是会有一些后遗症会出现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手术并不容易 所以要让苏菲安觉得并不孤单 手术的前一天 大家为他送上了超大卡片 而上人也很关心 所以在手术的当天 上人是亲自到了花莲慈祭医院 坐在大萤幕前关心手术进行的过程 苏菲安 这个孩子真的看到了 人人都会心疼而不舍 这个孩子很勇敢 那个时候 他真的是几度跟死神搏斗 多少处 从鬼门关把他拉回来 不过这个孩子真的很能克服困难 不管是在贫穷中的环境中克服 在病身体病中不埋怨 还会很耐病耐痛 看到了我们的志工菩萨 医护团队 他都充满感恩 虽然他穷 但是生命是平等的 人人爱他 人人呵护他 手术结束 但关怀还没停止 回到了印尼的 苏菲安与爸爸 在慈激职工的安排下 暂时住进了印尼的金卡莲大爱村 爸爸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而苏菲安更幸运了 他终于回到学校读书 这是他渴望了好久好久的事情 就这样 他一路从小学读到了大学 要发愿让自己成为一道光 去帮助别人 他开设直讯班 帮助市场朋友 而且用自己的故事 勉励大家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我发现氏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这是所有人想对苏菲安说的话 现在他也能化作一道光照亮黑暗之处 因为他成立了一个YouTube平台 专门帮助视障者能够有一技之长 从一开始不快乐的小男孩到手术完成 现在的苏菲安已经35岁 有了完整的家庭 他希望所有曾经跟他有一样经历的人 都能够跟他一样的幸运 自助人助而后能够助人 这就是今天带您回顾2004年 苏菲安回到台湾动手术 接着我们要带您看的是台北玉佛大典 上千位慈祭志工 冒着于车场的动人画面 大雨中车场靠的是慈祭志工们 快速到位收起宇宙大抉择 草皮一一卷起 发挥蚂蚁熊兵的力量 各个区域功能组都上井八条 东西收定位后要全数送回社区 这群志工走在最前做到最后默默付出 造就这一场殊胜的庄严盛会 大爱新闻